我们这个课程主要安排 今天的话算第六次上课 第六次上课会包含一个 就是考试的部分 测验 主要了解大家的程度 所以今天的重点 当然会除了说考试之外 然后我们还会把资料库的其他应用 稍微说一下 因为在程式部分 如果你资料库不熟 等于是说你将来要做很多的应用 就会有问题 因为大部分程式最后还是 后面都会有个资料库 可以把你所产生 或你读取到的资料 会把它先存放在资料库里面 那将来你要做报表的话 可能还是要从资料库里面 捞资料出来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你可能至少要学会 我们上一次讲的 就怎么样把资料写进去 所以会有一个insert 有没有 插入 insert into到资料库的这个动作 不过你要插入资料库之前 你可能要先 第一个要知道怎么样去产生一个资料库 OK 那在那个 那个python里面有个sqlite 3 它有个方法叫connect connect它蛮特别的 connect库名字就连接了 可是它如果 那个资料库不存在 它会帮你建立 但是如果已经存在 它就帮你连线 OK 所以其实我发现 那个 现在的程式员 越来越 比较走那种什么 自动化那种感觉 就是说有些东西 以前 以前如果用java写的话 你如果 你那个 档案不存在 你要先判断 判断完之后 如果不存在 你要建 但如果说 你存在了 再去连接 所以你会发现 以前的写法 现在只要一行 以前的写法 是要逻辑判断 判断完再去分 到底要怎么去处理 所以程式写起来 光一个资料库 就会很复杂 所以像python的话 程式真的就一行程式 connect应该还记得吧 那后面那个档名部分的话 你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不一定是 我们那个 in sequela 1 那后面这个档名的话 档名跟副档名可以自己取 OK 那我们是叫cursor01.db 不过这个名称你可以换 那也就是说 如果不存在 它帮你产生 再来底下这边有个叫 这个产生一个con的物件 也就是说它连线完之后 会把这个db 先连接一个资料库 也就是说这个con 资料 这个资料 我把它取名叫资料库物件 它主要就是可以利用它 去帮你做资料库的相对的 相关的那个动作的处理 就用这个前面con这个物件名称 那后面的话 我又产生一个叫cursor 这个cursor主要是资料表 因为在资料库的结构 一定就是先资料库 一个整个大的 里面的话会有很多资料表 那如果你要处理资料表的话 我们会用cursor 所以这边会多一个cursor的一个物件 那再来就是当然产生create table 因为我建了一个资料库之后了 那资料库里面可以放很多的资料表 那我们要放一个资料表叫table02的话 那你就是create table 后面有一句话 这一句话的话 当然如果没有加 跟有加会差很多 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变成你第一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table02 如果你第一次执行是OK的 但如果你没有加这个叙述 你第二次执行就挂掉了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存在你还在create 那怎么办 那就错了 但是如果你加了这个叙述的话 等于就是做逻辑判断 如果它存在了 那就不要create 那就怎么办 一样把它打开 所以这个叙述有点跟上面connect的味道蛮像的 如果存在了就开起来就好了 不存在再建立 不过这个叙述 如果这个叙述 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我试过在mysecure 这个我们用secure lineOK 在mysecure也OK 可是如果你是用什么 用那个 比如像微软有那个assets 也是资料库嘛 它也支援seql语法 不过它不支援这种if not is this 所以如果在assets里面我下这个语法 这三个字就出错了 它不支援 它看不懂 也就是if not is this 这个可能不算是标准的seql语言 而是后来再添加的 所以有些资料库有支援 有些资料库没有资源 如果没有资源 你可能要想别的方法 像assets就麻烦 如果没有这个 变成你要什么 你要建之前 你要先把他这个database里面的所有的table都先抓出来 检查看看名称是有没有table02 有没有table02 如果没有再建 如果有那就不要建 OK所以很麻烦 以前VPA也是一样 VPA也是 因为VPA大部分很多都会去连assets资料库 因为Excel跟assets同一家公司的 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但在seqlite跟myseql 就可以这样有没有关系 这个可能稍微说明一下 那再来后面的话 就是产生一个什么 一个栏位名称 OK 然后它的形态 它是不是主key primatekey 是不是自动真 这个上一次我们有提到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叙述有点麻烦 很容易做错 如果说你怕做错 你可以先用云端上面的范本 拿来call 拿来改 都没有关系 最后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curse.exq 然后把上面这个sqlite 法做执行 特别注意 有同学会问说 这个地方curse.exq 可不可以改成come.exq 这样子 其实执行起来 结果一不一样 其实结果一模一样 OK 上次有同学很细心 会问他说 老师你有时候用c come.exq 有的时候用curse.exq 那一不一样 其实在这边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 因为其实它有点像 它有点像两个窗口 一个窗口是 什么 就是资料库的窗口 就come物件 它也可以去执行sqlite 另外有一个窗口是 curse的这个窗口 它也可以执行sqlite 所以你要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目前的话 像这个地方两个都可以 你用come用curse 结果会是一样的 那主要会有差别是 我们查询的地方 查询的地方 记得 有没有 查询前面要等于 就是会有一个物件去接它 什么物件 因为 insert into的话 是把资料写进去 它不用返还东西给你 然后我就写进去就好 放进去就好了 但是查询不一样 查询是什么 我要下命令帮我查 你要丢回来一个东西给我 所以 curse等于是说 查完之后的结果 会丢给谁呢 来丢给curse 那curse有点像是一个 那个 记忆体里面的虚拟的表 一个表 它会丢回来一个表格给你 那你变成你要把这个表 怎么样 去做 读取 并且输出 所以底下会 为什么会需要有一个for root 有没有 这个就列 这个写法 我是把这个表里面 有没有 它其实一个curse的话 假如说是一个表 它就是一个像这样的表格 它丢回来 但是这个表 像我们是两个栏 所以它丢给来 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一列 先读第一列 的第一个跟第二个 OK 那读完就下以下一列 但是它上面没有栏位名称 所以也就是curse里面丢回来的东西 它只有里面纯粹的data部分 它没有栏位 所以为什么上面 我会多写一个print 它的栏位名称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不会把你栏位名称给丢回来 所以我们必须在上面 自己再加上一个 栏位名称的去处 然后底下跑一个回圈 就是逐列逐列的读取 再输出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OK 这个请各位要熟悉这些东西 因为将来呢 资料只会越来越多 OK 所以栏数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你慢慢这个熟悉之后 后面才有办法做变化 OK 这都细节 虽然程式不多 但是都非常的重要 OK 而且我蛮喜欢用pilot写一千 用其他员写资料库 洋洋洒洒一大堆 光看到就觉得害怕 现在真的清爽多了 你看 对不对 而且他们其实都有共通性 上面三行都一模一样 所以以后你刚才把上面三行 都把它 把它当饭本吧 你找个地方贴 以后贴过来就好了 OK 因为都长一样 只差别是你那个资料库的名称 其他还有什么呢 还有删除 怎么删除资料 哪个table 后面一定要加一个叙数 会有哪一个编号 这个叙数方法就是 但如果你后面没有加会有的叙数 你就delete from table 02会怎么样 就全部删掉了 也就是这一个资料表里面的所有列 通通都不见了 delete from OK 会有是说哪一列 哪一个编号 不过你当然你可以下 可能编号是几号 或者是什么条件 等之类 后面还可以用and都可以 联系交集 可以叙数方法 可以很多个叙数的这种条件 都可以 然后还有就update update的叙数方法 就update哪个table 记得 set是指的是修改的内容 修改哪一个栏位 修改成什么 后面一样要加一个会 会有哪一个 那个栏位 通常是编号 哪一个编号 比如说哪一个会员编号 比如说一个会员要修改他的电话号 马上换电话 你编号给我一下 你新的电话给我一下 有没有两个东西 我取了之后 我就其实背后run 就是update 我的会员的table assets修改你的电话号码 有没有 然后你的编号都 这样他就帮你修改完毕了 OK 所以基本上你们在平常看到 那个只要是会员系统 或者是任何的像什么 订单系统也是这样 竞销存系统 反正呢 比如说客户要打电话 我要修改一下 我订的东西 我要修改一下 那其实背后就update了 所以甚至如果说有一些人比较厉害了 根本不用改程式 直接到那个seql后端 有没有 所以有资料库工程师 根本不用 直接知道哪个table 直接下update指令 直接就修改了 根本不用透过程式 OK 那主要就是说 当然不过你前提 你要熟悉这些seql的指令 你就可以不需要去 就是透过一些图形化界面 也可以做完你要的事情 OK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像我们习惯 我干脆就直接 因为我自己设计 我知道资料库在 我自己就背后用下seql指令 马上帮你修改 我可以不用透过界面 OK 不过前提 前提是你这部分要熟悉 好 那再来的话 所以我们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OK 这个都非常重要 这四个等于是 资料库的最重要的 四大金刚吧 OK 所以如果你这四个会 而且熟的话 应该就够用了 理论上你要做一个 什么样的系统 都逐夫使用 因为我回想起来 以前写专案 用来用去 都是这个四个而已 其他都是点缀式的 OK 其他如果你不熟 没关系 就查一下就好了 这个要非常熟 因为用来进去 不是把资料放进去 就是把资料抓出来 不然就是把某一个资料删掉 然后不然就修改某个资料 还有什么 好像没了 还有什么特殊功能 好像也没有 我们用来用去 平常生活里面 还有用什么太特殊的 应该也没有了 OK所以理论上你就把这些先熟悉 那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 把之前我们讲过这四个重要的方法 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做一个简单的变化 如果我今天要把这四个东西 变化成什么 之前讲过的一个系统 HQ你就可以拿哪一个呢 我们拿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里面不是有Member 或者这边有会员系统 我看会员资料 这个会员资料是 12345 这个会员资料 是50个 也是50个 跟这个也是一样 Member Member是TST 不过另外有一个会员资料 这个是Excel 但是Excel 如果说我们要开启Excel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下载档案格式的话 你可以选择CSV 我们可以用CSV 我前面讲过 CSV其实是有逗点的一个存文字档而已 ok 也许请各位也许练习的话 先试试看 先把什么 把这个会员资料好了 我们练习CSV 把这个东西下载 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看到这边 也比较会员资料 这个我下载好几次 ok 这个下载一次就好了 那这个资料的话 当然它 当然如果你现在按右键 去开启 用记事本开的话 它 寝存新档 它一定是那个UTF8 所以你如果 直接用Excel开 一定是乱码 然后呢 我们干脆开启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五个栏位 帮我放到资料库里面 然后变成说有总共有A到E 总共五个栏位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放进去 然后练习什么 可以新增 然后呢 可以查询 也可以删除 比如说今天删除编号多少 然后也可以更新 可以修改某一个人的某一些资料 比如说他的电话号码改了 那我要怎么改 所以请各位变化 第一个当然我们可以 第一步 反正我们阶段先慢慢来 就是说如果我要把这个资料 先要放到资料库里面之前 当然第一个你要先知道 怎么读取它 读取之后的话 你才有办法去做后续的 后面这个 这个应该是第四了 把它读出来 把它读取 读取完之后的话 然后呢再去做那个什么 insert into 最后这个好像会有一个换行 所以这边的话 dstrip 把那个换行拿掉 还记得吧 然后反斜线N OK然后输出 比如说我第一个 我先把这个资料全部读出 五十个人 先读出来 再来做什么呢 一个萝卜一个坑 insert into insert into 所以我如果要把这五个资料 放进去的话 那势必我要先 先create一个table 那个table的话就要五个栏位 因为五个资料嘛 你要五个坑嘛 五个萝卜五个坑嘛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去建立 而且能够把这些资料放进去 然后能够做到 放进去 查出来 删除修改 好了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主要资料库 我建议就是说最最最关键的 你要最应该要熟悉的 反正就是清真查询删除修改 那以后不管是你学 因为其实资料库都共通的 你看起来算名称不一样 比如说可能叫seqlite 可能叫myseql 可能叫oroco ms一堆名称 但实际上他们的共通性都支援seql语言 只是说因为他们不同公司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样子看起来不太一样 但实际上内容其实对我来说 我都把它当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你 比如说你要连接的方式稍微改一下 但是背后的那个操作的流程 基本上都操作 像这个seqlite 如果你要改成myseql 其实也很简单 OK 如果你可能资料库 换一个database型的话 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你也可以架myseql myseql也许比较合适于 就是说公司内部 大多 就是大家一起使用的话 因为seqlite的缺点就是自己使用 因为它是单机版单机型的在你自己的电脑里面 那可是问题你要如果把这个资料库 怎么跟大家一起共用 这个的话 我是觉得目前比较简单 而且很快上手就是那个myseql OK 那你当然就把myseql学好 以后放一个环境马上架起来 架起来就可以马上又都学了一个资料库了 那这样的话以后延伸性会比较大 我讲应用起来也比较没有问题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 先把那个资料库部分复习一下 然后再下载那个会员的这个资料 想想看 在把之前讲过的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看有没有办法结合进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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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